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在一个许多人心灵冷漠 愤世忌俗的世界 是的 猫头鹰 即使我的小狮子也感到气馁 它们说 森林正在逐渐消失 气候越来越热 它们的心却越来越冷 狮子 我的小猫头鹰也一样 它们不停地问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为何而活 猫头鹰 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我从没想过这些 我只记得曾问妈妈在圣灵中 哪里可以找到最好吃的食物 哈哈 狮子 你就是像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Snoopy 啊 猫头鹰 我也喜欢Snoopy 你还记得Snoopy曾说过 我的生活毫无意义 一切都显得空虚 我仰望天空 但找不到任何意义 毫无意义 我记得那一集 他的主人Charlie Brown端出一盘佳肴 Snoopy微笑着说 啊 这就是意义 Snoopy真是有趣 而且Snoopy很像那些新加坡人 你是说那些带着狗像圈的人吗 哦 不是 我指的是那些总在讨论 哪里有美食的新加坡人 美食 好吃啊 这就是我非常喜欢新加坡的原因 这里是狮城 是的 狮子 但你会如何回答Snoopy的问题呢 难道除了美食 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 猫头鹰 这种哲学问题最好还是让智慧的猫头鹰来回答 而不是饥饿的狮子 你的小猫头鹰问你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时 你是怎样回答呢 我告诉他们圣经怎么说 啊 圣经 猫头鹰明智的答案 你知道圣经是来自犹大的狮子吗 是的 狮子 我们知道 我们告诉我们的小猫头鹰 那本好书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很好 猫头鹰 关于生命的目的 他怎么说 答案可以在以福所书二章十节找到 我读出来吗 好的 猫头鹰 是 我不是 我呼 那你就呼吧 猫头鹰 这就是上帝的话 我们原是上帝所做成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 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上帝预先所安排的 这信息是清晰明了 猫头鹰 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行善 这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生命的旨意 实质没错 在基督耶稣里向世人和我们临舍行善 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些受造之物的伟大使命 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些受造之物的伟大使命 但等一下猫头鹰 这不是通过行善来赚取旧恩吧 我知道好些教会听到人谈论行善时 都会感到非常担心 我明白你的意思实质 当他们看到讲题是向 临舍行善来定义对上帝的爱时 他们会非常担心 我的小猫头鹰也会担心 但这是没必要的 上文的两节经文第八第九节 清楚地表明了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着信 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知道毛头鹰 我只是想跟你确认 这不是靠行为得救 人不能靠行善而得救 绝对正确是指 我们不能借着行善而得救 但我们是为行善而造的 这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生命 极有意义的目的 这是我们生命的呼召和目的 呼召和目的 毛头鹰 这听起来很熟悉 好的狮子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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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没错 毛头鹰 我最喜欢的经节之一 我已经熟记这节经文了 狮子很好 但是你背诵了哪个译本呢 那当然是我狮子版本的方译 那是肯定的 我是在想 你是否背诵过非常流行的人类方译本 上面写着 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为叫爱他的人得益处 哦 我以前听过 有问题吗 毛头鹰 是没问题 狮子 但解释得不好 他模糊了希腊原文动词的行义 to synergize是协同作用 协同作用 一起同工 正确 在希腊文和英文的意思 协同作用就是与某人同工 或一起做某些事 而不是为某人做事 或做什么事 哦 毛头鹰 这就是Synergize 在Lionist中的意思 新国际译本的译者 也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添加了一个注脚 为我们提供可替代的方译 注脚 是的 就是每一页底部的那些 多数人都会忽略的小笔记 他说了什么 他为我们提供了希腊原文的另一种方译 今天许多新约希腊文学者看来 这个注脚的解释 更正确地传达了这节经文 所要表达的重点 在一切事情上 上帝与爱他的人同工 与那些按照上帝的旨意 被招的人一起工作 以实现善的目的 他仍在讨论有关我们的呼召和目的 不是吗 毛头鹰 确实 那按照上帝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的呼召和目的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在所有事情上 与上帝协同和同工 以成就我们所能行得上 这正是以福所书的经文所说的 我们原是上帝的杰作 在基督耶稣里被造 我要叫我们行上 是的 确实如此 圣经中的上帝与爱他的人同工 上帝与我们一起行上工 猫头鹰 这是意味着为我们的灵舍行上 还是为自己做善事 两者监视狮子 在向他人行上时 我们也在善待自己 猫头鹰 我不明白 好吧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的小狮子和小猫头鹰 在生活中找不到满足 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吗 是的 那是让人难过 但以福所书说 上帝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 就是行上的目的 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向他人行上 是的 猫头鹰 我读到这一点 好吧 如果以福所书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小狮子和小猫头鹰越向他人行上 他们就愿意实现上帝给予他们生命的目的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猫头鹰 透过向他人行上 我们自己也受益 因为我们实现了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 没错 狮子 我们的朋友Snoopy也开始理解这一点 还记得他为自己的生活 缺少目的和意义 而感到难过吗 是的 那是狗的命 是的 但有一天 Snoopy的邻居Linus感到极度绝望 他调皮的妹妹Lucy 把他的小棉被埋了 你不能这样做 没有凑凑我会死的 我会像鱼离开水那样 我会死 我会死 告诉我 你把他埋在哪里 告诉我 Linus崩溃地倒在地上 越来越虚弱 但Snoopy为Linus做了一件好事 Snoopy挖开了地面 找到了小棉被 并且把它还给Linus Linus喜出望外地喊着 我的臭臭 你找到了 他感激地抱住Snoopy 感谢他的爱心相助 而这个善举 也给Snoopy自己带来了收获 当他躺在屋顶上 他自言自已地说 我时不时会觉得 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我明白了 猫头鹰 我们存在是有目的的 上帝创造我们 是为了要我们 爱我们的灵舍 向我们的灵舍行善 因此通过行善 我们实现了上帝创造我们的 美好目的 这就是我们能找到 生活的满足感和意义的方式 是的 狮子 不仅仅是Snoopy 发现了这个真理 许多人说 当他们向他人行善时 他们就为自己找到 满足感和生活的目的 猫头鹰 你能举个有关狮子的好例子吗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 来自新加坡师臣的好例子 这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了 猫头鹰 她的名字叫Wendy Wendy是好名字 是的 Wendy在生活中受了很多苦 哦 那可不太好 猫头鹰 是的 狮子 但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有火灾 饥荒和战争 甚至狮子的家庭 也会因病痛 无奈心和侮辱而分裂 Wendy的家庭也是 他们给彼此造成 许多伤害和痛苦 我希望他能找到 一只猫头鹰 是的 狮子 随着他学会为善而生活 Wendy的医治已经开始了 他遭受到许多的苦难 他患有 Parkinson病和一种脊椎退化的疾病 这导致 这导致他的两条腿和一只手臂瘫痪了 哦 猫头鹰 在这种情况下 要做任何事一定很艰难 我们会这样想 但Wendy表示 他决心通过善待灵舍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谁是他的灵舍 他的灵舍 是与他同住在 卫里福利服务 博大尼疗养院的 护士和居民们 请诉我冒犯 但他能向他们行什么善事呢 他做了很多好事 他每天会刻意与居民们聊天 当当中有人急躁不安 他会透过安抚来帮助他们 哇 不知他能否安抚 我那些情绪急躁的狮子们 或许可以 你的狮子会说华语 福建还是英语吗 可惜都不会 但也许Wendy可以学狮语 哇 他已经学会做很多事了 看看那些美丽的花朵 如此五彩缤纷 哇 是花样繁多 有看乃星 绣球花 玫瑰 都非常漂亮 都是Wendy做的 是的 透过赠送他制作的玫瑰花 给每位居民和护士 他找到了生命的目标和意义 这不仅给他的灵舍带来喜乐 向他们醒上也带给他喜乐 这些算句是兼具的 记得他只有一只正常的手来制作这些花朵 或许其他人可能在一两小时内完成一朵 手工花 但由于我的病情 我需要一天的时间 我希望这些花能改善我邻居的生活与心情 我在我们为你福利服务的简报中读到Wendy的见证 标题是活出丰盛的人生 尽管面对长期疾病长生 Wendy王宝珠仍在散播快乐 并积极寻找方法改善他人的生活 她说 我希望通过手工花给人们带来快乐 这是我祝福他人的方式 为他人加油 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 关心他们 我感谢我身边的每个人 哇 太棒了 猫头鹰 是的 确实如此 Wendy通过行上 来实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美好旨意 他最喜欢的中国谚语 与上帝的话语相呼应 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上帝创造我们成为美好 就是为了让我们行出美上 狮子 使得毛头鹰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那些教会 对那些尊处我们 通过行善来爱上帝的正道 而感到不安吗 是的 我知道有这样的教会 狮子 在亚德门日 为理工会的教会 纪念约翰卫斯里 那么卫里工会的教会就没有理由对我们呼吁通过行上来爱上帝而感到不悦 为什么不能毛头鹰 因为卫里教会知道 卫斯里如何总结上帝的大使命 那就是尽你所能去行上 愿尽各样支援 愿尽各种方式 向所有接触的人 只要你还能行上 这是个好的结束方式 毛头鹰 谢谢你 但实际上 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说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上功 才刚刚开始 还没有完成 我喜欢那首歌 毛头鹰 You've only just begun to live 不不不 不是那首歌 虽然以福所书二章十节 实际上说到一种生活方式 上帝创造我们 是为了行上 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这是这节经文说的 OK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live for good 很好的尝试 但我想的不是卡片特 而是菲利比书一章六节 又一段好的圣经经文 确实是的 我们已经看过 以福所书二章十节 他提到上帝创造我们来 在这个充满不好的世界里共同努力做善事 现在让我们以菲利比书一章六节的一首歌来结束 哦 太好了 让我来唱猫头鹰 当然可以 但先让我读一下 我深信 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 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 必成全这工作 我们在这个情节里发现 《死神,死神,死神,死神的死神》 他心里终出自己製造人 他心里过的功夫 进你 他心里过的那里 他心里有得出我 是他心里的 他心里的 在你 他心里有得出我 He'll be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He'll be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He who started the work Will be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in you If the struggle you're facing Is slowly replacing 祝福你的希望 和憤怒 或是一段的程度 而你失去你的歌 在夜晚 你能确定 祝福你的手 祝福你的手 安全和安心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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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随哎 祝福你 祝福你 祝福祝福你 祝福你 祝福你 祝福不幸 In You He'll be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He'll be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God who started the work Will be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In You In You 愿起初为行善而创造我们的上帝 将我们引领到完美的结局 就在我们忠诚的爱上帝 也向我们灵舍行善的时候 Amen 在通知行善后 孙不忠紧善 我找个问题 能放在这里 这些疗疗